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若心如磐石 百年不过一瞬 青鸟生而有异 却甘愿囚困鱼龙 即便稀有羽翼 也只能画地为牢 小小的乘困 这小小的我们 动动转转的晨昏 白酒喜欢咽喉 她现在应该很开心 你也喜欢 不敢不可 你在大荒经过的奇景 会比人家这些小玩意儿厉害多了 大荒奇景再壮阔 也是天地的造物 和我们中药没什么关系 那作为大药 你能用法术 变出比这更大的烟火吗 转身 Canadians 一圈會 一圈飘渺 天地间 心枯了涌天 赶不清黑夜白天 梦境的边缘 有人在怀念 轻声缓缓不回从前 天地又有 你知道这种烟火 是冷的吗 冷的 看似危险 但却并不拙人 下沉冬雪的沉绵 不妄言不妄成怒不然 瑶石有草生于亭阶 由宁人入巢 则驱而止之 名为止宁草 这种草呢可以变心人心 看破谎言 如果它遇到有人说谎 草便会弯曲 萎靡不振 一会儿我这个木霄 知道谁 谁就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那我们开始吧 好 随便问吧 裴姐姐 你 是不是重赢的戏作 你是不是重赢的戏作 我一直是重赢的戏作 这怎么回事 什么意思 我们接到司徒大人的来信 信中说 有人向宠物营透露了消息 也就是说 我们之中 有一个宠物营的内应 宠物营一直对我们的行动路线 十分清楚 所以我们才屡屡受阻 而知道我们要上昆仑的 更少 宠物营却能提前得知 利用青庚在这里部署埋伏 你伤害村境的法力 我们本应直接到达昆仑山 是谁影响的英雷造成他失误 让我们来到四南水镇的 那个 对不起啊 我刚刚在想昆仑山的时候 忽然就想到了裴大人说 昆仑山脚下的四南水镇 画得起很热的 又是谁将我们分开 让小卓先行查谈 等等 等什么等啊 等小九被幼怪吃了吗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对方抓走小九 明显就是想引我们过去 卓大人和赵远舟已经去了 以他们的能力 一定能救回小九 去了只会添乱 还是尽管齐变 在这里等了 卓大人和赵远舟 卓大人和赵远舟 都看我做什么 我怎么可能是细作 也不一定 我如果是细作 干嘛还来集邀司 帮你们完成任务 累死累祸 做牛做马 苦肉计呗 反正你这么碍眼 我是妖 宠武营专闻杀药 更何况他们还想 抢我的内单 卓晓晨 请你擦亮你的 好好看清楚 可我记得某人当初 在集邀司还威胁 司徒大人说 如果我们不和你合作 你就去找重莹 企划 那都是企划 你们人类都这么相信企划吗 有什么好奇的 是一个践踏我真心的女子 人间之痛 真心错付 下一个倒谁了 他 我 我是一个厨子 厨子也适合做谜探 我都认识你们之前 我连纪妖司和重莹是干什么的我都不知道 再说了 没有我的山海寸地香炉 你们都赶不回去 脑袋都掉地上了 也是 是啊 小山神寄情报估计还没有积菜捕快 宠物营看不上他 嗯 啊 神经之痛 真心错付 说到山神庙 那日我们赶回基邀司 是谁的出现 让我们进了山神庙 还差点中了宠物营的脉服 我只是个太夫 而且我说去迎接你们的 冤枉 宠物营也有大夫 我不会无功啊 但你会配药 会洒药 还会扎针 可不是一般的大夫 我胆小 怕死 淤血 怂 我学医也只是因为我娘得了重病 我想治好我娘的病 你娘的病 宠物营 你娘的病 你娘的病 宠物营烈腰多年 搜集了不少奇珍异草和天才地宝 或许其中有能助你实现愿望的 也说不定 不用再多说了 宠物营的人 手腕上都会有一个云文刺青 一眼便知 什么意思 走 走 踩 喝 我坐 我晾一下 才是那么一点 有什么好晾的 去晾一下 来 小酒 是吗 小尚哥 白九 我们得看一下你的手腕 其实司徒大人的信里还有提示 他提示我们说 最有可能是奸细的人 是白九 我不是奸细 小尚哥 你相信我 真的不是 那就亮出手腕 一看便知 那 就 就算有英文 那 那也不能说明他就是 聪明的奸细啊 有没有别的可能 这么说 你在白九的手腕上见过 没有啊 我就随便问一下 英雷 你太不会撒谎了 不是 小尚怎么可能会是奸细啊 你们想想 他一直在我们治疗啊 如果没有他 那早就已经死了 还得 还得 你别说了 你一个人心是没有用的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大佬 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 一 一 二 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舍哥 你眼见回事了吧 小舍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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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舍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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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 传说您是最神秘的龙神 可以照亮最黑暗的九阴深处 现在没人了 说吧 说什么 明日是何日子 对了 到底会发生什么 你刚才面露担忧 心里一定有事 没想到沈女大人 竟这么留意我 真是感动 没办法 要合并白则令 必须与你心意相通啊 你曾问过我 为何会被戾气控制 你倚 当时你没有给我答案 我失控的那天晚上 是血月之夜 血月 血月之夜 正是戾气最终之事 所有戾气急于我身 控制不住 就会被戾气反噬 难道 明晚是 你担心自己会再次失控 当年血月降临 我被戾气侵蚀 失去意识 不过我恶重 我杀害了很多角色的 按道理来说 血月会持续整晚 但不知为何 满夜 我很快就恢复了清醒 醒来 我已经在白地塔内 我一直不解其中缘由 如今想来 是你师父张婉儿 把一半白泽灵 送进了我的身体 压制了我 天天暴走的力气 若非若子 后果不堪设想 你费尽心思 你步步帮我找回白泽灵 就是为了 为了求死 我的心愿 了求我的心愿 你也灭到了世间的打药 你知道你师父张婉儿 为何要将他哥哥的名字 送给我吗 我知道 知道 是吗 我也问过他这个问题 他回答我说 因为苦海远舟 无涯之求 死 才是脱离苦海的唯一救赎 若明日我再次失控 你记得用白泽灵杀了我 那如果 白泽灵一直在你体内 是不是你就不会被力气吞噬 不会失控 是 但想要开启星宿阵法 白泽灵必须立体合并 阵法完成是在午时 结束后 将白泽灵一分为二 重新送回你体内不行吗 总比让你失控后 胡乱杀人的好吧 你竟然 能和腰共情 腰天性势斗 才需要管输 你们希望人接受腰 我们也希望 我们也希望 要不伤人 但总是有样伪装成人 在人间作怪 徒增恐惧 你总说你恨头了大话 但其实 你比谁都爱 不是吗 我 你怎么了 你最近老这样 不是第一次了 你到底怎么了 都怪你没事忽然前生气 违反哪条了 违反了 心甘情愿 保持同僚关系 违反契约 活该难受 你好狠心 哪有无人美心善好吧 看你可怜 教你一句咒语 可以缓解你的痛苦 还有这样的咒语 你不早说 你不早说 歪主意幻念的 你看看小卓再看看你 真是与你质别 你和小卓是情仲兄妹 自然不一样 你直接替小卓 盖装成我的兄弟姐妹 人家能同意吗 那好像是什么 不好说 毕竟小卓英姿萨首 是天都城万千少女的梦中佳人 我和她又是青梅竹 你听 什么 粗坛子打翻的声音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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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一步一下 被风吹散的伤 不忘回家的方向 用锋芒 温暖的花香 成长 没渴望 你还在老地方 彷徨 小卓大人真是勤奋 大半夜的不睡觉 偷偷练剑 昨天学会 昨天杀你 了确你的心愿 你我都开心的事情 当然要勤奋 勤奋是好的 但若是不得要力 操之不急 容易伤及自身哦 要你滚 我教你的 我自然要滚 你也不认为 衣服 可不认为 要滚 地标 流 替赖 队 此 廢 无 这 到 走 天哪 她是谁 你的老祖宗 兵姨 云光剑的第一个主人 刚刚那套剑招 正是当年兵姨诛杀应龙时 所使用的剑招 能杀你吗 应龙可比我厉害多了 上古大药 能杀应龙自然也能杀我 你好好领悟吧 卓妍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和我有一样的目标 英赵 好久不见啊 用来这种肮脏的把戏 附身的次数有限 李伦 你这么肆无忌惮地使用禁忌之术 难道也和我一样 一心求死吗 主音 你堂堂山神 却沦落到跟狸伦狼被围剪 输狼输辈 现在连骂人的话 都拿我们妖来作力 你真行啊 赵远舟 你顶着别人的名字 在人间混久了 就忘记自己是一个 十恶不赦的大妖朱燕了吗 你们的目标 就是让大火毁灭 让众妖赴死是吗 你错了 是让大黄所有生命 可以自由地来往两界 不再受困于这 把荒芒 贫疾之地 爱则神女 只是凡人 凭什么可以替妖定规矩 绿伦 有很多妖怪相貌人间 但也有很多妖怪 喜欢大黄的宁静永恒 于事故争 那你就凭什么替他们做决定 毁了他们的古土家园 那是因为他们胆小怯懦 不肯踏足人间 卓妍 别忘了 当初也是你带我离开大火